10月1日 羅賓 好像銀行股也上一個 摸一下 最後的話已經成功了 剛剛出的問題是因為這邊 我可能在取代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取代還是不能相信 因為取代的時候 他難免還是會有 變成說 刚刚什么 这边变成两个病在一起 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它就变成什么玻璃造纸 就变成合并在一起 后来我简单发现有问题 就把它改一改 改一改就OK 主要是那个刚刚的名称有问题 如果名称没问题的话 刚刚我就把它从头run到尾 就感觉很疗愈了 OK 然后这时候要做什么 下载然后就存档下载 存档下载存档 现在才几十个而已 不多 如果有几百个 几千个 几万个 每天就是 时间一到自己run一下 时间一到自己run一下 或者甚至后面 你已经写好了报表的流程 它自动全部都帮你把它run完 对不对 然后自动帮你丢一些报表 有图 有表 然后你可以很快做判断的话 那就很方便 这边好像还有一部分 最后的话 看一下 现在check一下 可能还是因为那个 就是我后面这个名称 可能还要再check一下 是不是有漏掉的地方 OK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理论上我把它放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里面呢 就是我刚刚下载的这全部 我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吧 打开 有了 有资料 没有问题 OK 那待会的话呢 我也会把这个程式 我也会把它再复制一份 然后放到那个云端 并且把它mark起来 就是大概我改的东西 也许我就把它放在0605最下面这边 OK 那理论上我大概改的地方就是第一个 我有装加了这个东西 这个叫UIL Lab 然后这个是我取代的 不过是不是还有还有指数型 你比对一下是不是 因为会卡住都是 就是两个被 啊这个啦 这两个也并在一起 所以这边可能还要再把它改一下 指数型这边 这边这两个要把它分开来 有没有 这样子就应该没有错了 所以其实写程式 尤其是跑回圈啦 最后写完其实 是感觉还蛮愉快的一种经验 不过前提就是 你要把这个东西全部完成 剩下如果OK的话 你也可以再试一下 底下这些 看那边也把它抓一下 这是什么零贵的 这个资料到底能不能用 其实我不太清楚啦 反正我们主要是练习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另外如果做完的话 可以试一下 这个叫我们的那个云端白板的0606 这边的话你打开来 这个就有一个叫上贵 那个股市行情 上贵的不是上市的 那最后我把它全部抓下来 就类似长这样子 OK然后里面的话 可能会需要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必须要把这个规则产生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城市最难写的就是如何产生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基本上就是年月日 而且一定要民国年 你可以给他一个range 你要哪一年到哪一年的上贵的相关行情资料 那你就给他一个区节一个range 然后呢再来就是产生民国年加月份 一定要是各位数字补零哦 比如说一月你一定要零一 写线 其实最难写的这一段 所以这一段 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利用format 把那个你要的那个日期格式给变出来 这个部分是最难写的 OK 答案当然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这边就有了 OK 不过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把它变出来 然后最后的话 你可以先让出这个 然后并且把这一段怎么样 再接到你的URL上面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可以帮我把它全部下载下来 程式呢 其实没有几行 就这么多而已 OK 这个如果你把它run 应该理论上它run完之后 就会一个一个帮你存起来 而且非常多 我只有下载107年1月1号 到6月7号而已啊 很多 而且几乎一整年的资料 通通都可以把它下载下来